我现在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我的前方就是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我的身后就是著名的伊斯坦布尔清真寺 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遇见了一位来自佛山的传奇人物 柯达志祷董事长边城 把他叫做柯达最可爱的人 我请他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柯达克陈亚福 How are you? I am Mr.K的陈日复 陈日复是广东湛江人 他就是凭借这口不太标准 不太流利的英文走遍了这个世界 二十多年前陈日复从湛江初中毕业 然后来到佛山的柯达大工先做保安 在做保安的时候 他一边终于学习柯达社会的知识 然后自学英语 就一步一步的努力 后来慢慢成长为一名销售员 先在国内销售 后来在国际上销售 业务非常精湛 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国外的客户在购买柯达的设备的时候 很多要点名道姓 要陈日复来安装调试 可以说凡是有柯达制造出现的地方 就一定有陈日复的身影 陈日复走遍了这个世界 但是接受采访还是第一次 他不太善言词 面对我们的镜头很害羞 他一边喝水 一边看着远方 我看到那个眼神的时候 我就想起柯达的私讯 生疑忧患死安乐 从一个保安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而且是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生育的工程师 这是陈日复的传奇 我们佛山的保安千千万万 我觉得他是佛山保安第一人 他的传奇印证了一个道理 要想改变命运 必须改变自己